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号也准备好牺牲了 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 我五号非常高兴 我想今天是我们觉悟社 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 今天我提议 咱们觉悟社第一个搞的活动 就是讨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宣说 我不赞成 为什么五号 你们有谁看过 昨天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六卷五号 看过的请局长 登了什么文章 北京大学 李大钊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官 昨天晚上我连夜看过了 马克思真是个伟人 李大钊也是个伟人 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 我提议 我们的第一个活动 就是邀请李大钊来天津 为我们介绍介绍 马克思主义 我复议 你当然是第一个复议的了 好 我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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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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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让我感到中国的希望 想必有很多同学啊 都看过我写的文章 我最推崇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 那今日 在南开 就让我们好好聊一聊 马克思和他的主义 马克思 巴姑宁 他们虽然像我们中国人的性命 一个姓马 一个姓巴 可是他们都是洋人 他们的主义都是洋主义 难道我们斯万万中国百姓 就只有选择走洋路 才能摆脱黑暗吗 这么问问题 那不是为难先生啊 先听李先生怎么说 这位同学的提问提得好 好 我们先不聊洋主义 我们先说一些 无关乎主义的事情 说什么呢 先说说我这双老土布鞋 这双鞋我穿了近一年 这鞋底啊就磨出了洞 前些日子 我找鞋匠去修补 在鞋匠给我修补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一个人 要走一条长路 或是一段险路 一条夜路 他就必须要有一双 合脚的鞋 坚固的鞋 这样 他的心里 才会觉得踏实 我想知道同学们 都穿的是什么鞋 不妨举起来给我看一看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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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八九成啊 都是皮鞋 皮鞋是什么鞋 它是羊鞋 它是舶来品 我们中国以前不产皮鞋 那刚才这位同学说 我们中国人 绝不走洋路 那你为什么还要穿羊鞋 先生问得好 是 不畏别的 因为羊鞋 是羊鞋坚固便于走路 那你穿着羊鞋走的是什么路 在中国 在天津 你们脚下走的是 中国的土路 我们可否试着下这样一个学习 穿着羊鞋 在中国的土路上 走出一条新的路上 走出一条 走出一条 可以让中国民众 获得利益之路 可以把帝国主义 赶出中国之路 能够让军阀 与暴政下台之路 正所谓 扬为中用 这不是一条好路 这样的好路 我们不欢迎吗 我们且当鼓掌欢迎 好 好 先生做得好 我们不再要鼓掌 还要用我们的鞋来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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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同学们敲鞋的声音 我就像听到了敲响了羊骨 羊骨一响 我们就该出发了 我所说的这条好路 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 它是世界上最有希望之路 我们北方的邻邦 俄国 俄式革命的成功 正是实践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无产阶级 赶走了沙皇 当家做主 他们正在建立一个 没有经济剥削 没有政治压迫 没有阶级的 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的主义 不是好主义吗 这样的社会 不适合我们中国吗 是 1840年 鸦片战争之后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每一个痛心疾首的中国人 都在苦苦地寻找一条 救国救民之道 但是 今日之政府 是如何回答我们 刺刀 刺刀 还是刺刀 我们爱国 他们害国 我们想救国 他们在卖国 今日之中国 老百姓在身体 年轻人在流血 国土在沦丧 山河在破败 如若 我们还不奋起 还不高举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来救国救民 那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 愧对子孙后代 我以为 马克思主义 才可以真正地救中国 这才是中国的革命之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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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我对不起你 我是冬明派来监督你的 今天听了先生的话 唤醒了我 我也要爱国呀 我再也不做别人的应犬了 同学们 这个年轻人的行为让我很感动 中国之奋起 中国之觉醒 靠的就是你们年轻人的 觉悟 好 树上的馋是要褪皮的 我看这人啊也要褪皮 一褪皮就新生了 你们觉悟社的名字起得好 觉悟 觉悟的过程 就是褪皮的过程 对 尤其是你们年轻人 更要注重思想上的褪皮 主义的新生 我都建议 从今以后 你们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说 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 再加一个马先生 你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觉得 要是没有马先生来 那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来不了 你也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我们觉悟社内部 发一个号召 让大家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对 咱们一起发个号召 对吗一号 是的 五号 好 好 好 这个毛泽东 把他是什么事 相讲评论 你马上带人 把他给我查封了 让我去吗 你亲自去我才放心 这个毛泽东 不是很好对付 去了之后 也别酿上什么大事 别闹得大家脸上 都不好看 明白了大帅 别闹得她 上去 放开 放开 快 别闹 ABLO adapter 打死 蛋孷 爸 不错 的 一點 82 食べ 不错 他 什么 快点 你干吗 快给我把他拖走 但是我已经是什么犯了 是 晓燃 把他拖远点 谁把鲁克断了 什么是这个 大帅 是英国太古洋行保险部的汽车 我认识这车 你们别走 别走 想开点 这不是太古洋行的约翰经理 小斯林 上次河南立匡的开采船是你 谢谢你啊 必死 必死啊 路口怎么堵了 一点想麻烦 马上好 马上好 啊 快快 把尸体住 省开点 来 两个人 还是手机需要拉走 快点 再来几个人 把尸体挡住了 太快了 到鞋去 往后退 快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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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走啊 上车 我 知道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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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对我们是越来越有用的 看来你的那位李大钊先生 又给你写信了吧 对啊 李先生在信仰说 我不反对你们研究 八股年的吴正夫主义 但是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可以 实实在在地究竟 我们心理学会 可以先开始做这种书 任真 任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现在可以讲史上最高的 这 fields也做出了 那么是今天照顾了 我们下子就下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五千份报纸 说没就没了 英雄不争一日之长短啊 这是暴政我们一定要抗争 哥哥哥 哥哥 你 麻烫 麻烫 五虎 五中鬼死 躯翘虽灰 灵测万古 有生一日 解报恩师 有生一日 结伴亲世 可是母亲不已知识 我却不在身边 有亏了 哥 你要没有怪命 他知道 你在长沙忙你的大事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 第一种 四人立己 第二种 立己而不死 第三种 四己而一人 我们的母亲 就属于第三种 我们的母亲 她这一生啊 亲见吃家 肩口不不舒 若然好事 但是 街坊里你都非常的轻重她 她的贫心 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她一直鼓励我们 一定要做出去 学习新的知识 学习知识 就是为了要改变命运 可我现在所思所想 不仅仅是改善我一人的命运 而是要 改变全天下 受剥削 受压迫 牢固大众的命运 走到 你走这条路 我们都支持你 我们也要跟你走 走 我 父亲年纪大了 多了重病 家里的事情 就拜托你们了 常常来的时候 开了几个房子 明天去抓药 一定要提醒父亲 按时吃药 算样子 你过来 爹 慢点 爹 慢点 我知道你恨我 我骂你太多了 也有您的想法 我以前 叫你不要出门 在家帮我做农活 你就是不听 偏要去常上念什么书 要不是你妈妈宠着你 你知道我的脾气 爹的脾气 我是知道的 要是不听 你不听了吗 你不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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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儿子说不出口 算样子 天下的事自有天下人去管 我们老后家有二十二母钱 两片柴山 你知道我积攒了多少年 才积攒下来的吗 爹 你说孩儿不孝 儿子现在所思缩下 不是我们毛家二十二母帖 而是湖南的百姓 我家的兴亡 等苗里完母亲的丧事 我还要回长山 孽子 你这个孽子 你走啊 走出这个家门你就别回来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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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给我清好了 这人有闹事的 都造反了 这人家的一套 这人家的钱都让我进来 高大快点地板站起来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现在长沙已经没有说理的地方 唯有上京城请约 张静瑶赶出户的 去找 如 西米学会的会员 还有沈迪连的骨干 要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的局势是明白着的 我们湖南各界的人士 对军阀张静瑶的愤怒 已经到了顶点 湖南的各校学生 教育界的人士 还有各个行业的工人 都已经到达了 忍无可忍的地步 忍无可忍了 可以说 去张的群众基础 已经形成 这个分析是对的 现在长沙 一片民怨沸腾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坚决地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拯救三千万乡民 与水火之中 张独一日不出乡 乡民一日不安宁 我们要做的 首先 号召全省的学生 总罢课 抗议张静瑶的报信 这个可以 我们马上发动号召 第二 成立取章团 我们成立的这个取章团 不止一个 而是要多个 我们不仅派人 去往北京的总理府 总统府 去抗议请命 还要派人 去上海 广州 衡阳 陈州 常德这些地方 发动公开请愿 公开揭露张静瑶的 种种报信 请求全国的舆论 支持我们取章 说得好 说得好 认知 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啊 我去北京 如果各位不反对的话 由我来担任 北京取章团的团长 我立军令状 此行破釜沉州 背水一战 如果张静瑶不赶出湖南 我毛泽东 不会上山 我何顺恒 要跟他张静瑶 定个宁死我头 我请 也带着曲张请愿团 去陈州 我争取面见 乡军的首领 太阳凯 太阳凯和张静瑶 怨处很深 我要动员他 发兵 禁闭长沙 赶张静瑶 出湖南 书翁说得好 那就这样 我在北你在南 我们南北一起努力 试灭张多 好 我 宁下 敬山 敬山 我毛泽东 是下了货府成州的决心的 诸位呢 毛泽东 有查阳 由我復兆 毛泽东 我来问您个事 张静瑶赶走了 谁来做主啊 我们自己 由我们湖南各界决筹代表组成会议 由这个会议民主决策 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湖南一定要自治 只要自治了 我们这一省必可见光明 王大长 那若是我们湖南一省独见光明 那湖南省在全国 那不就成风中之竹了吗 对啊 对啊 按你说 这全国一片黑暗 还是有一省略见光明 光明 只要我们湖南省见光明了 其他各省也会奔奔效法 全球自治 这就叫做 新火燎原 全国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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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丹丹 那那我们以后全国 是不是就民主 自己管理自己了 什么都没有了 军阀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民主自治了 好 好 好 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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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많 何 你 表弟啊 这两个箱子是给无饼箱所捡的 你看这分量够不够 呀 这可是重力呀 表弟啊 还要靠你在京城帮我多活动活动啊 回到京城之后 表弟一定尽力 绝不让毛泽东捣乱城的事 好 好啊 我知道 我是调动不了京市警察厅的 我也知道 京城的警察厅 也不会向那些湖南暴民 施以重手段 只有你 只有表弟你在其中 才可以见机行事 加以处杀 一举除掉我心腹之患 使得我长得要的安心啊 哈 哥呀 啥都不说了 这两只箱子 我为本收下了 好 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 小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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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桥子钿给我 你上那边找个抹布 把这个都擦一下 好 羅太谭 老朵 罗さん 毛团长 毛团长 这屋里可太冷了 咱们能在这儿住啊 为什么不能 再说了也住不了几天 长沙的天气和北京的天气 肯定不一样 实在冷得不行的话 我那包里多辣椒 吃两个 行 毛团长 师傅 毛团长 北京的天冷 给您送个火盆 烤烤火 咱私里的柴火虽说不多 但是用上十天半月还是有的 咱就将就点吧 多谢师傅了 吃饭烧水我们自理 尽量不会打扰师傅们清修 对了 这是 十天的租金 您收下 十天 恐怕不行吧 十天 十天足够了 以我看三天就行 三天之后我们就胜利还乡了 但愿吧 你也不看三天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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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我现在在里面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快进来 好 快进屋 你说这么大的雪 你也不打伞 你鞋都湿了 在北京站那方鞋 我还给你委了论吗 去换一下 先进见先生 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的 先生 十天半月必胜 任志啊 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先生 学生认为 此次曲章必获成功 必获成功之理由 你说来我听听 齐 齐里在我 不在他 我为有三千万乡民 生灵涂炭之事事 他为我有刺刀与剿锁 其二 兵士在我 不在他 这话我听不懂 他之军队 仅在湘境 仅在长沙 小军也 我之军队 乃在全国 乃是各界 人心所向的 大军也 我们今天刚来到京城 暗影扎寨 便有京城的各界人士 前来声援 这就是人心 我打算组织一个 平民通讯社 每天发出去张消息口 送往京城各报馆 也发往全国的各报馆 先生 您说 是他张敬尧兵多 还是我毛泽东兵多 这话有理 你说下去 其三 气势在我 不在他 他张敬尧四面楚歌 现在已经是淡尽阳绝 而我这个毛团长 领三千万乡民之托 以恒心 与张敬尧决以死战 再加上 曲张团四十多位大将 各自代表一方相借 扎根京城奔走胡豪 人人气贯长虹 各个破釜沉舟 如此军威 如此气势 何成不多 何持不下 淳之啊 半年不见 你这气势真的长了不少啊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曲张不成 是不回乡 是 只要他张敬尧坐镇咱们湖南 你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啊 认知 干脆住在北京吧 就别回厂上了 不 湖南的民众 已经翘首期盼着 我们胜利回乡呢 认知 你 蔡和森 肖子生 所谓湘江三友 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他们两个去了法兰西 而你却留在国内 跟恶政做斗争 我杨昌吉的身体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们这些好青年 都能走上光明之路 为国为民效力 国之希望 就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先生 您要按时吃药 好好休息 那学生我先告辞了 等一等 开支啊 妈妈 家里不是还有些姻缘吗 是 就在那个小布袋子里 你拿来 给润志带上 好 这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呢 你们曲庄团这么冷的天 住在那个破庙里边 日子艰难啊 把钱拿去 给大家开销吧 就是 爸爸说给你就收下来 来 你坐下 嗯 刚才我都看见了 你洗话都湿了 我自己来吧 我来 舒服了吧 还是心血舒服 看来开会 是管我走路的人 怎么 不喜欢让我管 润志 给 润志 要不你就留下吧 这间香房不还烹着吗 你和蔡和森 萧子生 在那里寄了十多天 开会 去把这间房打开 让润志住在那里吧 好 不用了 先生 润志现在是毛团长 你应和自己的团员 挤住大殿 等到我们胜利了 把张景尧赶出湖南 我再过来住 好好照顾先生 尽尽学生的心意 润志说得也有道理 既任团长之职 叫谋团长之事 那我就不留你了 好 记住 要照顾好自己 要照顾好自己 同时 也要防止恶势力捣乱 且恩师提点 告辞了 爸爸 爸爸 我去送送他 啊 好 润志 润志 给 忘了 有劳了 外面雪大 赶紧回屋吧 小心别着凉了 那你这么走回去 邪不就又湿了 湿了再烤呗 庙里有火盆子 其实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说 是关于父亲的 他的身体真的很不好 我们跑了好多医院 医生看了都直腰头 说可能是过不了今年了 好 对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